长荣航空劳资争议历经了20次团体协商 还是没有结果 三位长荣航空的空服员 从凌晨4点就站在张荣发基金会大楼前 抗议过劳航班 展开12小时苦战 同时也抗议三个疲劳航班 两年内被劳减开罚150万元 而工会也号召500到1000位的空服员 下午1点半要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守护非安拒绝过劳 挂上超时航班的看板抗议过劳 三位长荣航空空服员 凌晨4点就站在张荣发基金会大楼前 抗议展开12小时苦战 它是濒临12个小时的 长荣航空被检举超时的航班是120次 工会搬出三个疲劳航班 像是台北北东京 北京和京边 时间都在11个小时上下 一旦搬机稍微delay 很容易就会超时 这三个航班两年内 也常常被劳减开罚150万元 长荣劳资争议至今还没有共识 工会也要在6月4号上街抗议游行 如果最后到我们公司始终不愿意给我们有诚意的方言的话 工会的确就会挑一个合适的时间发动罢工 游行队伍从长荣航空总公司出发 一路经过总统府行政院抵达张荣发基金会 估计会有500到1000位空服员走上街头 目前罢工投票也总共将近4000人投票 6月7号正式开票不排除取得罢工权 我们也做好第二阶段的应变计划 包括旅客的迁转其他航空公司 那我们也协调军方在应变 就怕罢工影响旅客权益 交通部也会同资方商讨备案 长荣航空发声明稿说 对于疲劳航班都有提出改善的方案 但是工会多次抹黑公司 激化空服员的情绪 很难看出有理性协商的意愿 现在就看双方如何协商 记者台北做梦倒